今天的我们今天的大事件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访问越南在刚刚收到消息了 已经抵达河内了 应该刚到了吧 对 刚到了 哇 你知道吗 全部的人挥着这个红色的国旗啊 那同时也拉了这个布条 因为今天这个第一夫人也到了 那这个布条上就很有意思 他写着中越友谊 万古长青 还有同志家兄弟 那是真的 中越两国是同志家兄弟 没有错 没错 而且中越从历史以来 本来就是麻吉麻吉 虽然说中间好像有一点过节 但是呢都过去了 那还没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就很特别 像是美中两国要互访的时候 美国就很喜欢在还没访问前 下马威来一些 讲一些比较硬的什么晶片战 我们不会容许什么的 但是中越就不一样 在访问之前 哇 传出了很多好消息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 这一次呢习近平访越 给越南跟中国同志家兄弟 双方会带来什么样的大礼宝 好邻居嘛 对啊 山水相邻 应该不止山水相邻 山水根本就同一个 一点都没错 因为它的河流当然是中国啊 所以今天我们先讲一下 大陆外交部昨天就先说了 这一次呢毛宁说 习主席访越双边关系升级 顺应大事水到渠成 那访问之前呢 其实习近平昨天有撰文 那撰文里面呢蛮特别的 因为他在出发前 就先发布了这个文章 然后刚刚才抵达河内的 他就提出啊 同志家兄弟身后友谊 然后一样跟我们刚刚讲的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嘛 文化相通 那同时他也提到了 要保持战略沟通 要建构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 他还提到了一个 现在比较敏感的 就是讲到文言文 我们自己在那边敏感啦 克刚的关系 万物得其本者生 百事得其道者成 哇 这是我点文 他是出自汉代的 刘相的说院 其实这句话呢 他在第二届的 一带一路论坛开幕的时候 也引用过 那这一次在中越的时候 又再讲一次我在想 大陆的领导者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很喜欢引用中国的古典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对啊 因为他这个意义就比较深了 因为他这么一讲 大家就会一查之后发现 之前在一带一路峰会讲过 那越南也有一带一路嘛 所以大家也在看说 哇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代表这 中越在 据说铁路也要通了吗 别小看啊 越南的领导者 文言文的水平也不低 对啊 不像蔡英文水平那么低 很少见的 连日本的精英 他们的文言文水平 汉学水平都非常高 韩国一样 就是除了中国以外 我们讲说日本啊 这个越南啊 这个韩国啊 你不想看金小胖啊 他的中文很好啊 所以你要知道说 这个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嘛 没错 那这一次啊 习近平到访 那越南呢 也是用非常高的规格 据说在这个升龙皇城 或是明二十一响礼 希望等一下会有画面 导播也可以帮我们上画面 有这个 里车抵达的这个迎接的画面 大家挥舞国旗 那其实中国跟越南呢 搬不走的邻居之外 从战略来看 我们再看 现在全世界在拼经济 在经济的部分 其实中国一直都是越南 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根据越南的总局的资料 越中双边贸易在去年 是1756亿美元 那越南出口是577亿美元 中国进口是1178.7亿美元 所以基本上这个中国跟越国 双边的贸易来讲的话 是越南出口的少 从中国进口的多 它进口的都是零组件 在越南装配 或者在越南组装成鞋子 衣服然后转卖到欧美各地去 它基本上是一个 某种程度来讲是中国 跟中国形成上下游的采灭结构 那我要特别提一下 生龙皇城跟21翔礼炮 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叫生龙 因为河内以前的古名就叫生龙 他在11世纪的时候 他越南的一个皇帝 就李朝姓李 李朝跟中国李世民姓李同一个姓 他建立这个越南的这个王朝的时候 他们称作李朝 他就把首都从这个华旅 华旅就现在的宁平 越南的宁平的华旅县的地方 就迁到生龙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内 就有点像我们讲北京 有时候我们讲祭 讲燕 对对对 如果你讲祭 讲燕 现在的不一定听得懂 对呀 那皇城就相当于什么 北京的紫禁城 我们习惯像讲紫禁城 那英文就翻译成 大皇宫的概念 大概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在河内的皇城 就21响礼炮 跟各位说明一下 外交礼仪基本上有分成五等 第一等叫国事访问 叫Stay Visit 那这一次就是第一等 就是第一等 那第一等一定会有伴随着 三个重要的要项 第一个21响礼炮 哦 这基本一定要 那第二个国宴 哦 国宴 想必一定有 那越南比较穷 可能第三个就没有了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住进皇宫 或者住进这个像钓鱼台 我不晓得越南有没有这个 就是有一个专门给国事访问 像美国白宫对面有一个 叫Blair House 就是VVIP的客人 来贵宾才能住进去 就像说住在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台北宾馆 对 台北宾馆 对对对 这种概念 那当然是要有才能够住 没有就没办法了 那像英国也说 安排住在白晋汉宫 大概这种概念 是 了解 这三要件叫Stay Visit 这是第一集 第二集叫做Official Visit 中文翻译成正式访问 或者官式访问 通常是适用首相或总理 只有19响礼炮 对 19响礼炮 插三响 插三响 对对 那第三种叫 Official Working Visit 就是所谓的官式工作访问 那这个就没有礼炮 也没有国宴 就纯粹是会谈 像习近平主席 上一次到这个 美国参加APEC会议 就是Official Working Visit 通常就招待吃午餐 所以你看那天有吃午餐 这是国际礼仪 在庄园有散步 对 有散步 不会吃晚宴 吃午餐为主 所以晚宴是非常高规格 才会跟你吃晚餐 比较晚上吃饭时间比较长 然后在Official Working Visit 再加来就是什么 就是Working Visit 就是所谓工作访问 像上一次那个 马克宏跑到白宫去 匆匆忙忙两下就跑了 那最后一种叫Pripe Visit 前面几种都要有 发正式邀请函 那Pripe Visit不需要 就是打个电话 哎呀 义珍啊 你在不在啊 我过去你家串门子啊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 就跑去了 那这几年有 叫Pripe Visit 中国有什么样的访问 没有 这几年没有 中国大部分都是 国事访问的 或者是Official Working Visit 像上一次 习近平去参加APEC 顺道嘛 顺道 所以是这种运作的方式 那这一次国事访问 是非常正式的 对 非常高规格 因为越南很少会在 这个皇城里面迎接 就像中国大陆 如果今天迎接某一个人 就在紫禁城里面摆 那不一样了 对对对 那因为是请到 我家大院里面来 是我祖先的大院 对对对 现在没在用了 非常隆重的 非常隆重 现在中国大陆 大部分都在 人民大会议堂前面 所以这个等级非常不一样 刚刚这个蔡博士 帮我们分析非常清楚了 大家以后看到 这些外交新闻 就更加清楚 是的 有没有吃晚餐很重要 对很重要 吃午餐等级差一点 对 谢谢纯纯照宝宝 加入会员26个月 谢谢你 小小手动起来 帮我们一起按赞分享 我们的 你们小小手给我们一个赞 对我们来说是 大大大大的应援 还有频道也免费 帮我们订阅起来 也谢谢方议生的斗内应援 他说对岸这么努力拼外交 反光我们台湾 哎呀不说也罢 谢谢我们的 封敬 岳明 我们的杨小波 Diana 还有我们的 Zan Chu Huang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那到底这一次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大力多 那越南当然也有所期待 据说呢 这个中国大使 已经先透露消息了 会签很多合作协议 同时呢 表示中国愿意 为越南的农产品 再开大门 我曾经去过我们南平 隔了一条小溪啊 他们说是河流 看起来是小溪啊 跨过去就是越南 然后他们那个边境啊 平常经常很松懈 就像两家一家人 一生啊 你家有没有酱油啊 我现在煮饭缺酱油啊 可不可以到你家拿一下 手一伸就拿到 他真的他允许什么 允许个人就一个人 你可以开一个小车子 或者是骑个小摩托车 或者用走路的 好像把几公斤里面的货物啊 越南可以直接运到中国经验 不受任何限制 所以是这个代表非常友好 当然大卡车不行 大卡不行啊 不知道里面放什么 那现在就是说 他大部分都是农产品啊 而且大部分的都当地人 就是说我这边的人 也认识你对方的人 我可能种个菜 或什么的 直接送过去卖这样子 对对是这样子 所以两方面非常的友好 这是中国给越南的一些 民间很大的一个优惠 可是现在他把它扩大了 要把它更大的合作 尤其是农产品 我们通常很喜欢谈说 哇要卖科技产品 科技产品有很大的麻烦 任何一种科技产品 都股东比员工多 因为它资本很大嘛 像台积电动不动 300亿400亿美金 再盖一个厂 员工一两千人嘛 但是农产品都不太一样 它也不是很大 可是养的人很多 它是一个叫 劳力密集的产业 那所以对一个政府机关来讲的话 一个政府领导者 当然希望我的普通老百姓 日子过得好嘛 你总不能叫农民说 你明天给我生产晶片吧 这个转不过去啊 这个不太适合 那如果说它会种 比如说释迦 榴莲 种什么卖什么 它日子就可以改善生活啦 它就有钱付给小孩子学费啦 所以如何拓展农产品 经常就是很多政治力打很重要的 那习近平管理整个中国大陆 农民会少吗 不会少啊 所以从中国大陆进口农产品 相对的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农民的权利 所以当然农民会不太开心嘛 可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在成长过程 到现在为止今年还成长五点多 对 所以老百姓觉得我日子过得还可以啦 那如果越南兄弟们慢一点过来 我就不计较了 那台湾如果慢一点赤家来 我稍微计较一点 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现在越南很急的 一旦他们发现到 我是不太敢吃 不想要榴莲你敢吃吗 诶 敢诶 哦 你不错诶 可是我只能说 像我去泰国的时候 我本来想说 在泰国当地榴莲应该很便宜吧 结果没有诶 你知道现在泰国榴莲超贵的 因为都卖到中国大陆去了 哦 那是因为这样子吗 对啊 你知道吗 你现在很便宜啊 我告诉你 越南也发现这一点 它发现 诶 中国人喜欢吃的东西 就会涨价 是啊 不是啊 中国人口多嘛 对 因为就变成说 你能够多少人申请留意 需求量大的时候 对啊 东西就涨价了 这让农民过得好日子 这没什么关系嘛 应该的嘛 那所以越南领导人一直说 希望中国可以开放农产品 更大一个 这习近平主席带了这个好处嘛 所以越南农民就很开心 不要忘记到今天为止 越南农民能来最大多数人口啊 跟中国一样啊 那当然中国农业化的程度比较高啦 越南农业化程度比较低 那越南的这些农民 他们发现到说 哎 中国很多人喜欢吃榴莲啊 除了蔡正元不太爱吃以外 郑玉真的很喜欢吃啊 所以大量想要出口这个榴莲 可是榴莲中国就在那边 一定要检疫嘛 看看哪个几个区块 而且做的差不多了 但是越南发现说榴莲好赚 就把很多原来的种别的农作物的 菠萝蜜啦 然后还种水稻的 全部转做榴莲 榴莲好赚嘛 好赚嘛 所以可是越南就要确保说 哎你可不可能 不可以随便把我禁掉啊 你要让我能够随便出口 不然我种个老半天对不对 对 因为据说好像要种到什么 五六七八年榴莲树 七八年才可以成熟 所以它可能前几年已经种了 对啊 不过有个好处 不像水稻一样 每天要损残水 所以它面积给种的很大 这个也代表一个信任感 首先先说 越南海关总署有一个统计 到2023年底 越南榴莲在中国销售额 应该可以破10亿美金 就是最有价值的进口新鲜水果 那其实2021年的进口是 42.1亿美元 但是大部分来自泰国 所以现在等于第二就是越南 可是如果摆在欧洲 欧洲就会说 不行不行 你们不能种那么多榴莲 因为怕以后如果大陆 不跟你买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越南的态度 就不一样 好迈我们多种 先不要我们保持好关心 你永远不用怕这个市场门会关 反正就是啊 对不对 越南跟中国是没什么好吵 在1979年发生那一场所谓逞越战争 我平常去讲要怪越南自己 为什么 站错边吗 不是不是站错边 他派兵去打柬埔寨 去打老沃 那请问你一下 你的二弟 你的大弟弟去打你的二弟 跟打你的三弟 你这老哥该怎么办 这个真的很为难 两个都打 不是 你当然打大帝嘛 对不对 他先打的啦 所以才叫逞越战争嘛 而且人讲说我打多久 以后我就撤兵 就是给你个教训 目的是要你赶快 从柬埔寨来撤军嘛 因为当时中国认为说 你越南趁这个你武力比较强大 要吞并柬埔寨 那柬埔寨人就是反越战争啦 就打起来了 那你看这边是大弟弟 那边是二弟弟 大弟弟打二弟弟 那你大哥不帮二弟弟 那也受不过去嘛 所以拿着棒子就打 打那大弟弟的头嘛 那过就算了 这也没什么好仇恨 谁要你自己不乖 你是欺负前不赛干什么 而且说真的 中国跟越南 就是山水相连 唇齿相依 志同套合 命运共同 你好我好 因为现在南海你知道吗 菲律宾的问题很多 因为菲律宾听美国的 美国就故意要跟你出百次嘛 对 所以你知道吗 越南最近美国不是也 也想要在这里就是说 那我也来投资啊 你不要都跟中国走 美国也想防它的 就是说防止东南亚 全部都向中国大陆靠拢 有点这种意味嘛 因为毕竟大家一起 像越南有一带一路 还有RCEP 对你说这个贸易量 美国怎么插手 不是啊 美国就想要 我的低岛链往南延伸 我封锁你中国大陆 我压制你中国崛起 那困难在于说 拉到了台湾 哎 菲律宾 越南 哎 好像 到菲律宾又卡住 卡住了 到越南过去 对 他把他拉到跟印度怎么样 摆拉成一条线 就是印太战略 越南就是很大的破口嘛 那对于美国来讲 他当然是拉拢越南 那对越南来讲 他需要左右逢源 跟美国拿好处 因为他越南主要的出口 不是就是说 顺差主要是到美国去的 所以他跟美国搞好关系 也需要的嘛 可是他跟美国搞好关系 大陆的立场是说 可以 但是不能损害到我的利益 至少我南海行为准则 你要推动 至少RCEP你要服从 那我就问咯 那因为最近跟菲律宾 在南海这边 你看日本也绞进来 美国也绞进来 还有澳洲 那这一次啊 习近平访越南 是不是一定也会聊南海 当然一定会聊 那越南 菲律宾的情形跟越南不一样 越南跟中国 没有什么岛屿的争持啊 那菲律宾就故意要在 黄岩岛跟仁爱礁里面 制造事端 因为美国人就打电话 给小马可是 哎 小马 麻烦你一下 现在没事干 你现在去那边闹一波 闹一波 那我就把日本跟澳洲 找来声援你 但是菲律宾不要那么傻了 到时候你变成第二个 乌克莱 我一下 美国跑了看你怎么办 对啊 最近菲律宾还说要 八国巡演 好办法去巡演嘛 对 不过今天倒是有一个消息 像先前这个回答 NVIDIA就说 美国你既然制裁这晶片出口管制 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也不违你美国的规 那我就帮他改造一下 然后呢做制造出中国版本 符合美国的规定 然后我也可以赚钱 那雷蒙多之前不是很生气吗 不可以 你这样子的话我查 我一定查 讲没到三天呢 然后今天就说 我们跟这个NVIDIA啦 会来讨论啦 要有限度的向中国销售AI晶片 怎么突然大转弯 很简单啦 NVIDIA股东都有名有号人物 NVIDIA就是被称为754中的 现在最赚钱的一家 Google不赚钱 裁员 对 都裁员 Amazon裁员 不要念的 大概比较像样 现在Intel裁员啊 比较像样的就是NVIDIA 本来Intel也要去越南 不是要去设封装厂 就收啦 收摊子啦 才刚讲然后就说办不到 因为没电啦 因为封装厂要大量的电 所以封装厂要电跟劳力 那越南有劳力没有电 所以没办法做 那对于这个NVIDIA来讲 他想要到这个卖中国大陆 然后雷蒙多要嗆瞎 NVIDIA说 老天爷 他跑去跟股东哭诉 各位大股东们啊 哎呀 我讲过嘛 这种科技厂商股东比员工多 对 而且股东都很大咖 对 很大咖 你看嘛 我们股价 跌那么多都雷蒙多干了 那所以拜登要选举 你们还挺他嘛 哈哈哈 不过我刚好这边 也有几张照片了 我们看一下 其实身为呢 执行长黄仁勋NVIDIA 你知道吗 他非常亲民 平常我们看到他那个 招牌的黑色外套 他这次到越南去 我想应该也是蛮热的 他怎么穿得上嘛 对 他终于那个大家就说 哎呀 招牌的皮衣外套脱掉了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里面 黄仁勋在这边 然后也是入境随俗 洗地而坐 然后桌上呢 这是越南当地的街头小吃美食 他很喜欢吃小吃 对 越南的小吃也是非常有名嘛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亲民的一面 这是最近曝光的这个新的照片 还有一张 来这张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我就饿了 真的啊 我今天太忙了 好好吃这样子 我都还没吃饭 你知道吗 越南河粉 哇 我肚子饿了 它上面这看起来是生牛肉 感觉应该是那个生牛肉河粉 所以就入境随俗啊 顺便 哎对 越南 其实啊 我觉得越南 越南河粉好吃 很好吃 这跟这个你知道吗 这种中国风格的口味非常合 好啊 讲回来 我看他旁边的保镖也很紧张 哈哈 东看西看 对 好 讲回来 那他到越南去干嘛 习近平去访越之前 就是其实应该 这个昨天才公布的 他现在搞不好还在 或者是刚离开而已 但是他有带来一个好消息 来 这边给我 你知道吗 他很接地气 我觉得对越南来说 越南也是非常欢迎 因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NVIDIA说 他们计划 越南成为他们第二基地 就是在要盖新的 晶片生产中心 先抛出这个计划 不要被他呼隆啦 怎么说怎么说 越南没有条件生产晶片 你要也盖什么晶圆厂啊 没有 不可能 绝对 绝对不 哎 封装厂都没电了 晶圆厂电更多 怎么可能嘛 所以绝对不可能 他说目前投资了2.5亿美元 说开玩笑的2.5亿美元 应该在半导体里面算少 不是 不是半导体里面算少 只够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布鞋厂 他里面是在讲 对 他真的是讲 晶片生产中心 要发展半导体 我跟大家解释 这个就是数以上 一个宣传效果而已 这个晶片制造过程 先有个晶圆 你可以看到什么15寸 8寸 12寸 这么大的晶圆 然后晶圆在上面 咔咔咔咔咔 做光刻机去刻刻刻刻 对不对 做出来以后 就有很多小晶片 一片一片 小晶片在封装的时候 把它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一小块以后 封装以后压好了以后 就有一些长角 可以外面跟人联系 但是封装厂出来是 一块晶圆上面都做好的 送到封装厂 切割完以后变成晶片 对 可是晶片经过测试以后 要送到哪里去 叫做晶片组 晶片组 就是你刚说要长角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这主机板 哦 懂了 然后他要把它放在 一块板子上面 因为你光NVIDIA 一块晶片没有用嘛 你一定要跟记忆体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 逻辑网络啊 弄在一起才叫做一个什么 才叫做一个晶片组 所以黄仁兴在卖的是卖晶片组 哦 你总该有电力控制器吧 你总该有记忆体吧 对不对 你不光那个GPU处理器嘛 所以在晶片组 所以你到光华商场去买 是买到晶片组 不是买到它的晶片而已 是整个晶片组 那晶片组很多的零件 不是他自己生产的啦 不是MV自己生产的 但是MV自己采购以后 会叫人家把它 黏在晶片组 那这个只要劳力 跟简单的机器就好啊 所以越南做的是 已经封装在更下游的 晶片组的组装工厂 那你不要给他说 我晶片生产中心 讲的好像是做晶圆厂 别被骗了 这个有点怎么讲说 别的地方生产 然后拿来这边组装 然后就说 我是从这边生产出去的 那我再问一下 因为他抢在习近平到达前 先去发布了这个消息 是不是有点美中 也在抢越南抗坑的这个意味 没有啦 为什么 还是我想太多 你想太多 为什么 因为你封装本身 就要很多的人力 设要很大的资本 到了晶片组 就不需要太大的资本 只要有合格劳力就好啦 那越南人也知道 瘦鲁家文化 大家工作态度都很正常 不像在印度工作 听说丢三落四 礼拜三丢了礼拜四来上班 这问题比较复杂 所以他到 他在中国也有这种晶片 不过中国都不是 都是代工的 就是你交给他 他帮你代工 中国很多这种代工厂 可是在越南 大概找不到几个老板 去开这种工厂 所以变成黄仁星 就是要自己去设 哦 所以是这样子的 简单讲就降低成本 在美国这个多贵啊 工人多贵啊 美国的工资是 大陆工资大概两倍 大陆工资又什么 不只两倍 三倍 然后又是越南的三倍 所以以CP值来说的话 黄仁星很聪明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有調味料 蛋黄素 小肆 小白 一眼 入口 小白 好 我 你 看